女人想甩掉一个男人的时候 逃不了这三个表现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有些感情 谈着谈着就莫名的淡了 一个女人如果真的不爱你了 就会想办法甩掉你 这时候就难免逃不了下面这几个表现 1.在其他男人面前 不会再顾及你的感受 当一个女人真的不再爱你的时候 她自然而然的就会接受其他男人的暧昧 会开始和男人搞暧昧了 其实你在身边 她也会和其他男人打情骂俏 让她火热 丝毫不顾及你的感受 甚至有时候还会主动地献殷勤 当一个女人不再爱你的时候 你的任何举动都不会对她有影响 就算你和其他女人走得再见 她看到了也丝毫不会动容 更不会难过 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2.开始嫌弃你 也不会和你亲热了 当一个女人爱你的时候 无论你做什么 女人都会觉得你是对的 而当一个女人不爱你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再也不会主动地和你亲热了 就算有时候你会主动 她也会一种很嫌弃的表情 会拒绝你 或者是随随便便地找借口敷衍你 总之就是不愿意再和你亲热了 3.对你已经不再主动了 当一个女人对你死心 不再爱你 想甩掉你的时候 她就不会再对你主动了 无论做什么都不告诉你 也不会主动地给你打电话 发消息 对你的消息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 描绘了 甚至有时候就当没看到 懒得去回复 当一个女人不再对你主动的时候 说明你在她心里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才会这样对你 好的爱情需要两个人 共同地努力去经营 如果说单方面的付出 这段感情无论如何 最终都会以魄力而告终 所以爱的时候就要好好地去爱 如果一个女人有这三种表现 那么她真的是不再爱你了 你就彻底地对她死心吧